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佛法是斷反馬是反馬 儒家講個無 致知 個無就是斷反馬 致知就是學法馬 完全相同吧 個無 無是物語 我們今天講的無語六成 這個東西在外頭誘惑我們 讓我們身心不能安晚 外面一誘惑 裡面貪嗔痴就起來了 所以夫子教給我們 我們要把這個物語 要跟它做一番格鬥 用現在的法律 戰勝物語 你做學問先要做這個功夫 你要不能夠戰勝物語 換一句話說 你還會受外面明文立揚 彩色明石碎的誘惑 你決定不能成就 不要說出事法 世間學問你都不可能成就 你哪裡會有智慧 這個東西是智慧的障礙 有這些東西充其量 你學一點常識 世間的聰明 佛家講的事之變聰 你只能夠學到這個 真實智慧 你決定沒有份 世之變聰 不能解決問題 真實智慧 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所以你要是 還受外面境界誘惑 那怎麼行 儒家也講斷煩惱 也是把這個擺在第一頁 第二 智慧 智慧 智慧是求學 就是四紅石院裡面 學法門 你看看 斷煩惱 成就得心 學法門 成就學問 要得學俱優 才能夠替眾生辦事 這是基本的條件 可是有得有學 還在發菩提心 還在發菩提心 儒家講的誠意真心 你們想一想誠意真心 就是佛法講的菩提心 就是佛法講的菩提心 菩提心的體 觀無量受佛經 世貞告訴我 智誠心 你看看 智誠心 儒家講誠意 一個意思 菩提心的用 佛講的身心回向發願性 佛講你啊 身心自受用 回向發願性 它受用 如果我們講奇心論 馬寧菩薩所講的一對照 意思就非常明顯 馬寧菩薩講菩提心的體 直心 觀無量受佛經上講的至誠心 直心就是至誠心 至誠心 至誠心 就是至誠心 間閣論呢 對自受用的都講身心 古人的註解 身心是什麼意思 好善好德 這是自受用的 好善好德 好善好德 回向發願性 找慎恵 這叫大悲心 這我們就明白了 回向發願性 過喜太悲心 達慈慕 對待別人又達慈大悲心 對自己要好善好德 真诚心是体 你看儒家讲的诚意 诚意 诚意心 他把我们对自己 对别人这个作用 扩成一个 诚意心 诚意心对自己 好山好山 诚意心对别人大慈大悲 这叫菩提心 菩提心发了之后 人才懂得修身 身修而后加起 加起而后过之 过之而后天下平 天下平就是天下太平 我们今天讲的世界和平 你看看 儒跟佛讲的完全相同 但是我们要清楚 儒家讲这个话 佛教还没有传到中国来 所以佛华传到中国来 会被中国朝野那么欢迎 那么样热烈的接受 有道理啊 他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思想 不谋而后 而且讲的比儒家讲的详细 儒家所讲的是纲理 佛家讲的精细 所以儒跟佛就相辅相成了 这是中国人有佛报 真正发菩提心 我们亲近老师 老师才知道应该怎样教导 如果你没有发现 你遇到善知识 向他请教 正好比我们走路向人家问路 我们不知道方向 不晓得往哪里走 向人家问路 我这个路前面怎么走啊 人家问你 你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到哪里去 人家怎么指路给你 没有发着指给你嘛 你一定要有个目的地 别人才会把方向道路告诉你啊 那这个学生好吧 他的目的 他的方向是无上不体 这后面就好讲话了 所以善才每一次参访 遇到善知识 第一句话就是说 我已经发无上大菩提心 先决条件 然后再请教问题 而未知菩萨运和学菩萨行 运和修菩萨行 学是学习 修是修正 这个里面 每一个字 都有很深很广的意思 我们要怎样学习 后面会有开始 学习 学习里面最重要的是学习的态度 学习的态度里头 第一个因素 尊思忠道 所以佛法是私道 私道又必须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这个年轻人如果不孝父母 他怎么会尊思忠道 这讲不通的 父母不孝顺 来八戒老师 那必有歧途啊 不怀好意啊 决定是孝子 所以教学 家庭教育是第一 第二个是老四 这学校教育 上学求老四 第二 孝勤尊思 这是修学 实在讲 四处世间的学问 都以这个为根本 然后你才知道怎样去学习 修 修正自己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言语行为 标准 那就是善知识的教诲 要以善知识的教诲作为标准 符合这个标准是正 正念正思维 正行 正语 佛家讲的拔正道啊 与老四教界的相违背 那就是邪思 邪行 邪语 一切都不得其正 这个地方呢 又会使我们想到一个疑问 如果这个老四不正怎么办呢 那我不是学习了吗 这个话问得好啊 老四的思想间接言行 必须与坚本相应 所以 最原始的根据 是佛留下来的经典 老四他所想的 他所念的 他所说的 他所行的 他所教的 如果与经典里面所讲的 不相应 我们不能学他 不但不能学他了 学生可以质疑老师 可以向老师请教 老师一定有解答 解答了也一定有坚勻做意欲 但我们对老师尊敬了 不会怀疑了 所以 甚至是好老师很不容易遇到 这个事情自古以来 这个社会大众都说 可遇不可求 我们过去深中 善根深厚 这一生当中遇到了 你去找 到哪去找去 找不到 同样一个道理 老师要找到一个真正好的学生 可以传道传法的 比我们学生找老师 还要难 到哪里去找一个学生 本分之百分之百的服从 对老师没有一丝毫疑忽 真的找不到 太难 太难 如果遇到了 自己一定要想得珍惜 这个语言 这个语言就像《开经纪》上讲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 为什么呢 遇到了 往往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成就了 我们过去生中不是没有学过佛 深深世世都学佛 善根底子横深厚 为什么没有成就呢 没有遇到真善知识 或者是遇到真善知识 不相信 当面错过了 对这个善知识又怀疑 不能完全肯定相信 当面错过 这个可惜 什么时候遇到 又居足学习良好的态度 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就像善才再次的表演 给我们看的一样 所以我们听了老师教诲 这个教诲确实跟《经纪》上所讲的相应 没有错误 一定要认真地学习 用这个标准 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这叫修菩萨行 每一句都落实在生活行为上 这个行就是生活行为 不是凡夫的生活行为 菩萨是什么人呢 菩萨是个真正觉悟的人 这个名词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来的 梵文称菩提萨多 古时候所翻的 翻作大道心众生 心仪是玄壮大师翻译的 玄壮大师把它翻作觉悟的友情众生 有情就说我们烦恼稀奇没断了 烦恼稀奇虽然没断了 不要紧 已经觉悟了 什么叫觉悟呢 我烦恼稀奇没断 我要学着断 我要很认真努力来断 克服自己 这个人就叫菩萨 儒家讲的是真正做客戟复礼的功夫 儒家称为君子 贤人 佛法里面称为菩萨 叫真干 缘活起菩萨心 起是发起 我们现在人家法约 佛法里面叫发心 发心要发心真真学菩萨 要发心做菩萨 要做得像 当然 一开头就做得像 那不是容易事情 为什么呢 我们的烦恼稀奇 无量界累积到这一生 哪有那么容易 一下就断得了的 所以我们要就时时刻刻抱持高度的警觉 我天天在断 务必要烦恼稀奇 一天比一天少 能少一分 能少一毫 我们都是进步 进步的虽然慢了 但总归是在进步 如果把这个事情忘掉了 没有人提醒我们 好 烦恼稀奇又增长 这又退一步 常说进一步退十步 那么换一句话说 谁来提醒你呢 如果真有个人来提醒你 你会恨透他 讨厌死 他天天找我麻烦 释迦牟尼佛清楚了 用什么方法 用佛菩萨名号来提醒你 用佛菩萨形象来提醒你 叫你看到 叫你听到 立刻你就醒悟过来了 这个方式好啊 所以佛家为什么要供佛菩萨形 道理就在此 提醒自己 我们供真理 供一尊释迦牟尼佛 让你时时刻刻看到他 一看到他 就想到 佛怎样教过我 我要怎样学习 我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 所以 所有佛菩萨名号形象 只有一个意思 叫我们进行思习 看到他 我要跟他一样 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迷信的 是用这种方法提醒我们 念圣明号 明号是教学的总纲理 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天天念 念修净土的 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知道的人不多 你不是清清楚楚地明了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容易得理 你还是经不起明文立阳 无欲六成的诱惑 你怎么会不退转 你怎么可能往生 不可能的 也有少数人不明了 但是他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他什么忘念都放下了 这种人行 这种人少啊 太少太少了 这种人叫老实念 老实决定没有忘念 没有忘想 夹杂在里头 叫老实 行 这种人决定的是 生西方极乐世界 凡胜同学徒 你懂得名号的意思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念念提醒自己 南无 这是凡语 翻成中国意思 皈依 皈依的意思 皈依是回头啊 回皈依 意识依靠 皈依靠 阿弥陀佛 阿翻作无 弥陀翻作量 佛翻作觉 和起来 归以无量觉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从哪里归 我们从前是无量的迷惑 从无量迷回过头来 我要一无量觉 佛号是唤醒我们快快觉悟 是这个意思 我们迷的是什么 觉的事是什么 那这是无量寿经上讲得清楚 所以无量寿佛 就是无量寿经的题目 无量寿佛的意思 那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讲的 就是无量寿佛 你把这个经念书 经的道理明了 经上讲的修行方法通达 一教修行 你是真的皈依无量寿佛 不是念那个名号就行 念名号不行 古人讲得很好 寒破喉咙也枉然 一定要明白他的道理 一定要明白他的道理 了解他的教诲 他的境界 认真努力就许 知道从哪里回来 我们怎么依靠 要真干了 所以名号佛像 共产能无非是提醒我们 而不是说 见到佛像就去磕头 磕不磕头没有关系 佛菩萨不在乎这个 连佛菩萨见到都不需要磕头了 现在见到法师也不要磕头 我常常劝大家 见到法师磕头没有好处 你虽然是很恭敬 是没有错 这是古离 你行的是古离 不是现在 可是你没有想到 外面好多没有学佛的人 一看到你这样做 这个不能学佛了 学了佛我要出家人磕头 这个不可以 你把很多人学佛的念头打掉 你说你罪过不罪过 所以我们见到出家人的时候 何掌一问信 人家一看 这个可以 这个我何可以做得到 我也能学佛 你要顾及大众 要懂这个道理 我们如何令 许许多多广大群众 能够热心地认识佛教 了解佛教 也进来接受佛陀的教训 这个重要 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不赞成 磕头 我们是现代人 用现代的理解 这就好 除非在举行发会典礼当中 那是唱戏表演 去演给别人看的 那个心 可以 普通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定要如何去 建立别人的信心 让别人生起欢喜心 这个要紧 总要都是讲的 我们如何骑菩萨心 如何行菩萨心 菩萨心是活活活活活的 不是一成不变 通勤达病 这是真实智慧 不可以死在教下 佛说得很多 说得很好 我们要能够深深体会 佛的真实教会 幕后一句 乃之云火 不行行 极得圆满 不行行 是菩萨行的 究竟圆满 圆在哪里 圆在心量广大 一般的菩萨 没有普行菩萨 心量这么大 你看看 普行行 实际上就是包括所有的菩萨行 华严经上 举了个例子 实际 十大愿望 十大愿望 是例子 举例 第一个 第一个 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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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你看看他那个心量 礼 这是礼貌 对人要有礼 敬 敬 是内心 内心具足恭敬 外表不赦礼貌 祝福 过去一切福 现在一切福 未来一切福 这祝福啊 过去福 佛在经上说过 现在佛 佛在经上也举了不少例子 未来佛呢 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 你看看 普贤的礼经 看一切众生 就给看过去现在祝福 平等的 这个是普通菩萨都做不到 普贤做到 好 好 我们对人横恭敬 把人当作佛来看待 那蚊虫蚂蚁呢 我们就不会把它当佛看待了 那不是礼经诸佛 礼经诸佛你没做到愿吧 蚊虫蚂蚁也是众生 不但蚊虫蚂蚁是众生 坐鱼板凳是众生 为什么它叫众生呢 这个众生 众缘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都叫众生 这个毛巾众缘活活直起来的 它是众生呢 对它也跟对祝福如来 一样的礼经 礼经并不是说 看到这个毛巾对它拜三拜 那我们学佛就带了 把它洗得干净 这叠得整整齐齐 放在它应当放里面 这是公斤 这是对它的礼经啊 所以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都能处置的恰到好处 以最真诚恭敬心来对待 这叫普贤离尽诸佛 所以普贤心难修啊 普贤心才能够成就近圆满的佛果 所以它是就近圆满的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心 慈悲心 对于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什么时候啊 能够让我们在普贤行为中 快速地圆满 这是善财的愿望 善财的习求 喜人世出 我们一般人所讲的 好处心切 我们在这场才看到 好处心切 用来 用在善财童子身上 那是云云满满 明事相符啊 好处心切啊 所以它能成就啊 我们今天修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困难 换一句话说 不好学 好学的心不切 隐许 苟且 懒散 退度 这是我们不成就的因素 如果我们能学会 善财这种好学的精神 我们相信这一生当中 决定成佛 而且快速圆满的成佛 为什么呢 吉祥云比丘满足他的愿望 教给他念佛话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普贤行极得愿满 这个话就很安逸很深啊 所以这个念佛话门的殊胜 不可思议 社方世纪 一切祝福如来 没有一个不赞叹阿弥陀佛 没有一个不赞叹西方净土 你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六方佛战 在无量寿 观无量寿经上看到 社佛王佛战 一切祝福都赞叹 这是什么范围 我们自己是不信不舍 不相信这个范围 不可以毁谤 如果毁谤 障碍别人修学这个范围 罪就太重太重 因为我们清楚了 这个范围是夜深快速稳荡 称佛的范围 人家这是无量寄来 到今天的人生遇到这个范围 这个机缘遇到了 你把它打断 你又让它在六道里搞生死轮回 还要搞无量阶 你怎么对得起来 你这个过失有多重 因果要自己背 我过去也反对这个法门 无知 以后明了了 我就赞叹了 到处劝人修这个法门 弥补我的故事 而夜深当中 全心全力来宣扬这个法门 这是善才童子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举这几个例子 末后 我问圣者 善能又会 唯运慈哀为莫宣扬 这几句话是请教 你看对善游称为圣者 圣这个字怎么讲 在中国智慧里面的解释 我们用现代的话 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 夜阴国报的事实 通达明了 这样的人就称圣 那么在佛教里面呢 称佛 称菩萨 在中国称圣 称贤 意思都是相同的 这是对老师的尊称 我问圣者 我从哪里问的呢 文殊菩萨介绍 前面一个老师介绍我来的 圣者 善能又会 这个里面这一个善子 柚子 里面就寒藏老师的智慧的能 老师没有智慧的能 这两个字他走到啊 他由善瞧方便 能够诱导 能够教诲 真善知识 真正的哈老师 下面这是求 求法 唯愿爱 慈爱 慈爱 慈是慈悲 爱是哀鸣 怜悯学生 一大慈大悲 怜悯学生 这是第二个大端 一教去求 再看第三个大端 称赞寿法 吉祥临比丘看到这么一个 来参学的学生 实在是难得 真正好学 非常不容易遇到 遇到哪有不认真教导的道理 所以 我们发心求学 实在讲 不怕遇不到善知识 就怕自己不是真心 在佛法 事法也不例外 所以说 感应道教啊 我们有感 事出世间 大胜大行 必定有应 真诚所感 如果这个世间没有真善知识 佛菩萨一定变现善知识 来帮助我们 为什么呢 佛家常讲嘛 佛师门中不识一人 没有人求 我一个人求 佛菩萨也会来啊 佛菩萨要不来 那众生无边识愿度这一愿呢 他就没能兑现了 就是怕我们自己没有真心 要有真心呢 所以说 佛菩萨决定有真意 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决定没有怀疑 以真诚心求感应 真诚灵运 决定不夹杂自私自利 夹杂者自私自利 这就不是真诚心了 真诚心是为方 为人 为一切众所 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啊 请看第一集 在这一大段里面 我们总共揭露了七集 十 吉祥云告善才也 善才 善才 善男子 如以能法无上大菩提心 佛门请问行菩萨行 难中之难 这是真的 发心就难啊 发心之后还要落实 还要对心 这个发心不是假的 是真实的 却是难中之难 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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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称赞他 善才 用现在的话 太好了 太难得了 我们一般讲太难为你了 都是这个意思 好在什么地方呢 难得在哪里呢 难得在他能发心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吉祥云菩萨 这比丘菩萨了 称善才童子 叫他善男子 这一句话也不是随便说的 我们在前面讲经都说过 再重复 这个不怕重复 这个不怕重复 经里面 华言经上讲的 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能当得起吗 这个善子 要居足 观经里面讲的 敬业善福 善的标准在此地啊 敬业善福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死死掌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以这个一条做道了 佛称你 善男子善女人 这个善的标准要知道 这是人天 就是六道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 标准很低啊 不高啊 你再能做到第二条 这就加上 受持三规 居足众界 不凡为夷 你是善男子善女人 比前面境界高了 你是 赦法界 四圣法界里面的善男子善女人 比六道高了 不是华言经 华言经是一真法界 超越了 是法界 那必须要加上后面四条 你看 发菩提心 他就发了菩提心了 身心因果 这个身心因果 不是普通的因果 什么因果呢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相信这个因果 深信不疑啊 这个就是佛在观经里面所说的 是心是福 是心做福 这个念佛法呢 根据这个理论来的 念佛成佛 读送大臣 寻进行者 通通具足了 三条是一句 这个才称为善男子善女 这个善的标准太高了 发生大事 善财同志参访吉祥云比丘 吉祥云代表圆教出祝福 他有资格参访他 换一句话说 善财这个时候也是原教出祝福的 吉祥云是老出祝福的 善财是初学的初祝福的 这老初祝就有资格教初学的 同一个阶层的 不同一个阶层的见不到面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 不同维持的空间 他是同一个维持 他才能见到 所以赞叹这个字 每一个字也横生横生 这个意思 赞叹他 你已经能法五无上大菩提心 更难得的 佛能请问行菩萨行 在这个《华言经》 原本经文里面 问答这个词句都很多 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把它省略了 这是说难中之难 这是真难 非常非常不容易 不要说这段事情 我们就是把佛法这个教训 水平降到最低 低到不能再低了 敬业三佛就头一条了 孝阳父母 奉思思长 慈心不傻 修师善业 我们做到了没有 这个四句也是做不到 我们没有入佛门 我们没有入佛门 佛门外面 没入佛门 这个四条做到了入门 第二条做到了灯堂 第三条做到了入食 不真干 那怎么行 真干 要用理智 不能用感情 感情最容易坏 感情最容易坏事 感情的慈悲都不虚空 佛家常说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可是又听说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啊 什么原因呢 感情坏事 所以佛法是智慧的 佛法是理性的 佛法不是感情的 可是世间有不少的初学的人 听到这个话 心里面就起了疑惑 我早年 台湾有很多大传佛教讲座 我在里面教学 同学们就居然提出来 佛教既然否定了感情 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他问得很好啊 我给他打死 高雄市有爱活啊 爱活永远 那你跳到下面就好了吧 你感情不能写掉吧 那你跳过去了 但是 很多人不晓得 智慧跟感情是一种事情 不是那种事情啊 智慧迷了就叫感情 觉悟了就叫智慧 那么由此可知啊 转你为物 转情识为理智 再告诉主 智慧是真正的感情 永远不会变 你聊智慧啊 那个感情是假的 早晚不同啊 你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 社会 离婚率有多高 所以 他为什么 结了婚 很快就离婚 总不外乎 虚情价义啊 没有真感情啊 真感情是智慧啊 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 要明了 佛家讲的是真感情 都是虚情假意 世间人把虚情假意 当作真 所以苦海就无边了 这个道理啊 一定要懂得 所以佛法是理性的 佛法求的是智慧 求的是真理 只有真理智慧 才给我们带来 真实究竟美满的生活 为我们解除 不但是这一生当中的苦难 生生世世的苦难 都能得到圆满解决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庠里面有什么感觉 好 今天 下一步 是啊 不 知道 好的 我 这是 垂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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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